记得的生活 冬小姐 这些啊 都是我的拿手菜 你多吃点啊 吃 吃 你们也吃啊 你别客气 要不是你啊 我们家于智 恐怕还在里面吃苦呢 于智 赶紧谢谢佟小姐 佟小姐 以前因为我爸的原因 对你有偏见 请你多见谅 你千万别这么说 这是我应该做的 其实 对于于于叔叔的死 我也真的觉得特别抱歉 现在咱们都是自己人了啊 杜佟小姐 余晖死之前 你见过她 这件事要从头说起 那个时候 我为了帮我爸爸 请律师申诉 就想把房子卖了 没想到碰到了 中介公司的人 才知道 我妈妈自杀以前 就已经把房子 委托给中介了 打算第二天签约卖了 你说 一个要自杀的人 怎么会卖房子呢 我后来也听林女说呀 志愿的妈妈 刚进屋没多久 就起火了 可是她怎么也不像 要自杀的样子啊 我也觉得不对劲 所以我就去查了 我妈妈的通话记录 后来发现 她临死前 一直在跟一个人 保持联系 那个人就是于叔叔 后来 我想尽办法 和于叔叔联系上 她告诉我 在药厂出事之前 她曾经拿了一瓶 问题药去检验 发现里面是有毒的 但意外的是 检验报告却显示 这些药没有问题 那就说明 有人在把药 送去药监局的过程中 掉了包 她把这个事情 告诉了我爸爸 我爸爸让她立刻去查 没想到 她就被人跟踪了 所以我爸 只能躲起来 可是很快 就被扣上了 为罪潜逃的罪名 被通缉后 你父亲特别想 回到你母亲的身边 所以她未给自己翻案 把药检报告 交到了支援母亲手里 可是后来 支援的妈妈出了意外 这药检报告 也自然不见了踪影 所以我总觉得 我爸爸的案子 还有我妈妈的死 都跟这些问题要有关 原来是这样 可是于辉 她一直都在外面 多多苍苍苍 所以这些事 我们也不太清楚 幸好她很谨慎 还留了一瓶问题药 本来我这次去见她 就是想拿这瓶药的 但没想到 她发生了 跟我母亲一样的事 对不起 我真的觉得 特别对不起你们 要不是因为我 也许她还在 某个安全的地方 你们还有机会见面 这都是命 童小姐 我不怪你 其实你也是个苦命的姑娘 你说你年纪轻轻 却有这样的遭遇 还要追查这件事 替你爸爸申冤 这让人佩服啊 可惜从余慧消失以后 就很少和我们联系 我们恐怕 没有什么线索 可以提供给你了 这样说起来 我倒想起个事 姐夫要出问题以后啊 厂里很快就召回了 放在仓库里 那几天 都是我在职业办 有一天夜里 老张 别吵了 别吵了 仓库里漏水了 你赶紧去帮忙啊 那 那我这 这不是已经锁上了吗 快去 快去 好好好 老张 你怎么来了 牟厂长让我过来帮忙 说水管坏了 我们俩就够了 你还是回去值班吧 我都来了 就帮一把手呗 行吧 老张 那你过来扶下楼梯吧 来 这边 来 来 来 最清楚仓库里 那些钥匙怎么放的了 虽然乍一看都没问题 但仔细一查就发现 有的要放的位置不对 有的要号跟登记得完全不同 所以第二天 赶着一上班 我就去找牟德胜了 卖地卖地 你就知道整天催我卖地了 我总不能在这个档口 把地给卖了吗 尝尝 现在卖地是最好的时候 我们把药厂拍卖了 把地买了 那什么烦心事都没有了 那那么多工人怎么办 我问你 减肥药的事是怎么回事 你不管 我管到底了 但是这地是绝对不能卖的 好 不卖 不卖 你只等我 什么都没有说 那我走了 孟长长 干嘛 昨天晚上我清完水管就回仓库去了 好像仓库里的药被人给动过了 你没锁好门吗 锁了呀 那不就得了 难道鬼动了药啊 现在厂子的事够多了 你不要没事找事 老张 你还真负责呀 那天晚上监控好像出了问题 什么都没了 这 照你这么说 穆德胜是故意把你调开 这样他好把问题要换了 所以药监局就查不出问题 我也是这么猜的 不过只是推测 如果说佟厂长收受贿赂 我是一直不相信 被你这么一说还真实啊 你说佟厂长人这么好 我们大家呢 也是很拥戴他的 只不过后来啊 有了板上钉钉的证据 大家也都被愤怒冲昏了头 要不谁会想到 佟厂长也收黑钱呀 我看啊 肯定是穆德胜在后面搞鬼 事情这么推测下去 真的和穆叔叔脱不了干系 这 怎么会这样 穆叔叔看着我从小长大 我们家出事以后 所有人都躲得远远的 只有他帮我 还帮我四处找律师 蔡杰 卢雪以前告诉我 说蔡杰有问题 我当时一直不相信 难道 蔡杰是穆德胜介绍的律师 你爸爸认罪 难道是穆德胜指使他 天哪 我一直都把他当作 我最信任的人 你这么年轻 缺乏社会经验 再说 事事难料 也是难免的事情 志愿 没事 至少我们现在有了查案的方向 你看我这个一面 能不能快点啊 这件事情交给我们 你就放心吧 尽快点好 来 我们这边来 好 请进 坐 谢谢您好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我想咨询一下 你们这里办哪里的移民 比较好啊 都可以啊 全世界各地 只要国家允许的 我们都可以办的 我想打听一下 刚才走进去的那位先生 他办的是哪里的 事情是这样的 我来过两次了 我都看着他 我觉得挺有缘分的 我好奇 我就想问问他去哪里的 这样 他办理的是 新西兰投资移民 也是我们公司最擅长的 并且呢 他的材料和资金 也准备得非常充分 应该会很顺利的 那像他这种情况 一般办下来要多久啊 一般是六到九个月 穆德胜这个时间 急着办移民 肯定是想 等拿到卖场子的钱 就走人 我估计啊 卖场子他一定拿了好处 要不然就他那点工资啊 根本不够他办移民呢 还有我爸爸 请律师申诉的钱 肯定也进了他的腰包里 我真是后悔 我当初怎么没有听你的 还那么信任他 这个穆德胜 老奸巨华 之前我也忽略了他 后来是因为觉得 那个蔡律师有问题 才想到的 只是我现在才知道 他的真面目 却没有办法拆穿他 现在我脑子里 真是一团乱 根本理不出个头绪 他之前到底做了什么 拿了什么好处 又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呢 你们说 我们要不要报警啊 现在太早了 一个人移民 也证明不了什么问题 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 先把他调查清楚 他跟余晖 减肥药 跟行贿人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陈超说得有道理 不过 就怕他比我们还快 现在场子 已经进入拍卖阶段了 那我们就拖 不过 他的场子只要一天不卖出去 他就出不了国 这样 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 去找到新的证据 怎么拖呢 想发让媒体介入 只要媒体一爆出来 他们的拍卖 一定会被拖延的 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志愿 你忙吗 我有个事想跟你说 进来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天秋 你能不能晚一点 再买长瓶药厂 为什么 因为 我回来以后 其实一直在调查 我父亲收贿的案子 我发现里面有很多疑点 什么疑点 你看 和这块地有很大的关系 我怀疑 穆德胜在里面捣鬼 他现在打算移民新西兰 我怕他走了以后 穆德胜的移民 是我帮他办的 什么 这是我们方氏国际 第一次在国内 投资这么大的项目 这里的市场 有很多特殊性 如果没有穆德胜的协助 我们很难拍到这块地的 所以作为交换条件 我们要答应他 帮他办理移民 这是我们方氏集团的股主 你能理解吗 我能理解 但是现在拍卖进展得很快 我是怕事情还没有弄清楚 穆德胜就已经走了 所以我们现在打算 曝光给媒体 给他施加压力 但是这样一来 势必会影响药厂的拍卖 这个你不用担心 如果他真的是 害你父亲入狱的人 他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其实 他能不能成功移民 主动权在我这儿 所以我倒觉得 你在没有掌握 整件事情的真相之前 暂时还是不要请酒妄动 以免打草惊蛇 你觉得呢 这样也好 等我们顺利派下这块地 那么长平药厂的事情 我们就有发言权了 这样调查起来 会更主动一些 放心吧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那我听你的 看我 喂 知悦 回看电视 长瓶药厂遭遇多时之秋 昔夜厂长落马后 众多问题浮出顺便 作为近日市民关注焦点的 长瓶药厂在线舆论危机 陈超 是你打电话给电视台的吗 效果不错吧 我有个同学在电视台 他们对这件事情很实看重 立刻来人报道 陈超 这件事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我接个电话再打给你啊 喂 志愿 你看到讯闻了吗 我不是让你把一切交给我来处理吗 我也是刚看到 对不起啊 天秋 这件事情 本来我今天要跟陈超说的 没想到他动作这么快 算了 事情居然发生了 只能应付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市政府现在暂停拍卖了 你说怎么办 黄总 你笑笑话 这件事情我也不愿意的 可是这个厂子里边人多嘴杂 那谁知道 谁 谁捅到电视台去了 陈超长 这工人是你呢 你还控制不了吗 这件事情啊 要么就是余晖的家属 要么就是同志员捅出去的 这个同志员回过以后啊 三天两头地往厂子里边跑 要不然就是到家属区 照他这样查下去啊 就是没有事情 也被他查处使进来 余晖又是当着他的面死啊 这件事情啊 十有八九 是同志员捅出去的 同志员 要是他 我们方家是倒霉啊 还是欠了他的 我当时就跟你说 不要去招惹他 现在好啊 你说怎么跟爸交代 这件事情 怎么能远之源呢 谁家摊上这样的事情 不想查清楚 当初我就不赞成派这块地 他们长平药厂的事情 太复杂 而且历史很麻烦 再加上费用很高 现在好了 既然停派 我觉得挺好的 放弃 另做他选 别啊 方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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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啊 这事情都搞到一半了 这政府只是说暂停 对不对 暂停 又没有说永远停下去啊 等这件事情 查不出什么名堂 那不就过去了 方总 对啊 天秋 不能啊 这块地是爸的意思 牟厂长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你必须给我摆平了 行 你放心 那我 再去劝一劝同志员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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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你不需要操心 有罢在 当务之急是我们应该想想 怎么把这块地顺利地拍下来 那你告诉我 你有什么高见 事情之所以难办 是因为同志员 如果可以的话 你去跟他说说就可以了 我说过了 这个办法不可以 那好 那我们就用另外一个方法 我们高调地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 宣布我们退出 过段时间工人想明白了 他们自然就会知道 只有我们 才是真正唯一出得起价钱的买家 这个办法不行 我看不如这样吧 你就让穆德胜 亲自去办这些事 发布会别开了 这件事你来办 好 适应交给大哥吧 对了 我想问你 最近有没有约周小棠 干嘛 你不用那么紧张 我就是问问爸爸 你知道妈最关心这个事情了 咱们厂子到底卖不卖啊 我一家子还等着安志佩过日子呢 就是 以为熬到头了 你们找我 我找谁家 我好不容易千辛万苦 找到了方氏国际 跟他们谈好了 卖个好价钱 就是想给你们 多分一些好处 可是 我也就是个 有名无实的厂长 现在 人家随便搞一搞 捅到电视台 好了 现在 全部都选起来了 其实这个事情呢 也不能全怪他 他父亲当年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出的事 所以 他这心里头 有过不去的坎儿 你看你的皮肤啊 有一点干燥 做处 abi 哎呀 我上次你给我介绍那款的 我觉得还不错 还不错 就是你手里拿的这款 这款特别好 可以试试 先生 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我可以推荐一下 你是主管吗 是 志愿 小心 志愿 别过来 志愿 志愿 你想干吗 别过来 你看我走投无路 不是意思就是我死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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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伤害他 有话慢慢说 你要什么 我全部都可以给你 你是什么人 我要所有的钱 别过来 好好好 我不过去 你 你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 你要什么 我全都可以给你 你不要伤害他就可以了 你给我 我不信 你要相信我 我是方氏国际 集团董事长的儿子 我叫方天虚 你想要的一切 我全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建市长我都见过了 别想骗我 他们 他们是我的哥哥 你要多少钱 我现在只要打一个电话 就绝对可以满足你的所有的要求的 真的吗 真的 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 那好 你让他们马上送一百万过来 好 好 那现在 你可以把他放走了 我跟他兑换 好不好 我信不过你 我跟他兑换 别过来 天虚 你别过来 你马上把钱拿过来 不让我杀了他 你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嘘 你害怕 赶紧快去报警 现在是员被劫持了 赶快去报警 好 不要记得他 去啊 好 好 钱拿来没有 我可没有耐心 好好 冷静 我现在就打电话 我现在就打电话 我会打电话 沐厂长做的这个第一项 我觉得还不错 你可以考虑一下 好 那就定下来了 第二项呢 我还得考虑 那 第二项第三项 你再看一下 好 喂 哥 我是天虚 你赶快拿一百万 到面膜店这边来 志愿他现在被人劫持了 我现在发地址给你 志愿被人劫持了 你